簡單的說一下 第三局遊戲即將開始 請各位嘉賓看牌 不殘忍不殘忍 你玩完比發大紅包不殘忍 遊戲開始 天黑請閉眼 真的 我再說一下 因為這局特別有意思 就是不要拿這局 誰carry了誰背鍋了 這麼去在意這些東西 你覺得你看 王的這麼一個狀態 會讓你覺得 他是一個失敗者嗎 即使我覺得他一直在輸 你們也會喜歡王 就說明我們也 我們這個狼人殺圈裡邊 也都會希望王永遠在這個局裡邊 和我們一起玩 因為我們很喜歡他 就是人格魅力上的成功 並不一定代表這個遊戲的勝與負 所以說 狼人殺這個遊戲呢 表面上來看是誰輸了誰贏了 但其實呢 別說了 你卡了什麼 卡了什麼 卡了什麼 卡了嗎 卡了嗎 卡點 卡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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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不卡是吧 卡了因為我暫停了 因為我暫停了所以卡 哈哈哈哈 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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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和我一樣 第一名 哎呦 我第一名 卡了吧 卡不卡了吧 警長的玩家請舉手 2號 4號 6號 8號 11號 12號 共6名玩家參與競選 從8號玩家開始發言 8號這段肯定不是你 哈哈哈 因為8號並不知道自己死沒死 啊 8號就是個名 啊 強勢起跳 平民身份 拿不拿警惠無所謂 啊 過 11號預言家啊 11號查殺8號 然後警惠流先驗3號 再驗12 過了 先看一下警惠流啊 警上我驗個後滋味的2號 警下 驗個5號大九神 昨天晚上查殺 閒之衛的王 因為他是手刀保護嘛 所以我驗一下4個狼 建議前面和我一起跳的 老雲退下 雖然你也抱到了一個查殺 運氣不錯 也是一個真查殺 但我建議你退 真的冤家 為什麼給2號呢 因為我看死大王 主要是 就是 也完了 呃幾級了吧 感覺他的狀態這一輪還不錯 名機名以上 所以我想驗一下 他有點吃身份 如果是狼的話 就一匹狼 如果不是狼的話 他有身份的話 我給他警惠也能帶帶隊 就是我是太緊張的原因 警下的話 因為覺得九神好像體驗比較菜 如果第一輪 呃沒查好的話 第二輪還能給一下5號 這是我的警惠流 嗯 警上後置位的話 如果有要 預言家的話 大家考慮一下 我是真的預言家 查殺8號 王 過 這局 二九 因為 呃 其實我們還是從雲哥開始說吧 雲哥首先 敢前置位 查殺王 狼彩狼 我們夜裡是沒有溝通的 我們夜裡沒有溝通的 所以說 老雲敢做出這個舉動 我很驚訝 我覺得 很牛逼 很牛逼 呃 我是非常支持的 只要有和正常套路不一樣的套路 我都是舉雙手支持 所以他查殺王 我是很支持 那他查殺了王之後呢 正好 點倍 二九查的也是王 那他這張預言家的力度呢 就會打一些折扣的隊友 我知道的隊友 我知道的隊友 王JY不知道 我三局狼 好像第一局不知道 第二局知道 第三局不知道 我 我知道我 和JY王是隊友 然後 封迅寅是不是 預言家還是我隊友 我不知道 我少看一隻狼 我少看到一隻狼 然後 但是我知道 王是被查殺了 然後 然後這局J刀 JY自刀了 JY自刀了 我看到隊友自刀 都是OK 接受 他 那這個預言家我贊信啊 因為我自己不 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預言家嘛 我在他的第一個警惠流裡面 我就感覺這警惠 肯定是別在我這邊了 對吧 等第二輪看這個在不在我這 自證身份 好吧 自證身份過 其實 這個是已經重錄的版本 這個已經是重錄的三局了 就是嘉賓已經在 因為之前 頭一天的三局 砍掉了 這個沒有辦法補錄了三局 補錄了三局 因為時間檔期也沒有辦法 再調嘉賓過來 因為跟嘉賓說的是 過兩天再過來嘛 中間 中間我們之間 你看我 我這一期之後去 做了頭髮 有休息的 中間有休息 然後在之前 錄的那一期 本來這一期應該是錄後面三期的 但是砍掉了三期 所以說這一期是重錄的版本 重錄的版本之後就沒辦法 因為之前的版本不太好 因為那幾局確實沒有辦法放出來 就是不太好 因為其中有幾局很傷呢 對 因為重錄了嘛 大家都不想重錄 我們其實沒有砍掉過幾集 基本都是照常錄完的狀態 這個大媽是誰 基本沒有砍掉過幾局 所以嘉賓都不太想重錄 但是為了節目的質量 我們還是選擇了 我們多加一天的班 要多重錄這些節目 都是爆出口 因為有一局是這樣的 那個局被砍掉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那局還是九神一個特別經典的carriage 我是一隻狼 我焊跳了預言家 我焊跳了預言家 我焊跳 自刀 我焊跳 第一天晚上 第一天晚上自刀 女巫救了我 我查殺了一個狼隊友 狼隊友爆了 第二天晚上女巫沒有解藥了 我查殺掉了一隻狼 我是必死的 我又自刀 就是我又自刀 我真的死了 然後景輝給了我一個狼隊友 然後 我已經做得非常的真實了 我查殺了一個狼隊友 我兩輪自刀 刀了我 我已經死了 我把景輝給了一個狼隊友 做成一張金剛狼台 那張金剛狼 拿景輝的時候呢 和我對跳的那個預言家 和我對跳的預言家 記住了 和我對跳的一張預言家 井上沒退水 井上死柴我是狼 井下也柴我是狼 然後我都自刀死了 到他的發言 他說我是一張平民牌 這輪的預言家 是大九神 因為大九神給你上了一票 所以說我認 他是一張預言家 大九神也是支持我是預言家的 然後大九神發言是 大九神 我說我真的是一張預言家牌 我挺驚訝的 但是我是認囚徒的 所以說就是 他報了幾輪驗訝就結束了 就是我接受不了一個平民 在井上和我剛到最後 我兩輪刺刀還認我是刺刀 就他認我是刺刀 然後 我查查的是真狼也報了 我兩輪刺刀也死了 然後我給了一個警徽 也是給狼隊友 他說是 然後也說我是這種情況下還刺刀 然後我還有一個狼隊友也被找出來了 然後井下一個預言家 每輪投票都是投給我的 他是一張真的預言家牌 我 我覺得這個 就玩不了了嗎 然後 就那集 大家也覺得效果 有點爆炸 就沒有 啊對對對 那集效果雙方主要被打了 好了我們繼續 來演一個請上的 十二號 我覺得十一號不是一張預言家牌的 我覺得他不讓狼牌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和十二號一起跳起來 查殺 我昨天晚上的查殺 哦不對 算了不是預言家 也不下去了 我們因為感覺到 昨天有一種忽怨而來的殺氣 別殺我別殺我 我是一張好人牌啊 我分析一下 井上是我覺得是這樣的 兩個預言家 十一號和十二號 十二號你憑什麼認為十一號是一張好人身份 他查殺的是 他查的是八號 然後如果說他是八號的狼隊友的話 其實我覺得十一號的身份不一定是做好的 後面只有一個少幫主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說少幫主任預言家的話 那麼我覺得你們兩個有可能是雙狼 那我可能會暫時算少幫主的 那如果少幫主不任預言家的話 你十二號好好考慮一下十一號的身份 我覺得他身份不一定做好 那八號的話 有查殺走查殺 過 想說話 十一號你現在退水 留十二號跟我喊跳好吧 我數三秒 三 二 一 十二號你退水留十一號 我喊跳好吧 你倆不可能雙狼跟我喊跳吧 就是 就是因為太精彩了 我們沒有辦法用 我沒有辦法用這個局 一張平民牌趕在井上和我唯一的一張預言家 井下唯一的一張預言家 就是一圈之後 井上發言 井下發言 都只有我一張預言家牌 我還查殺了一個狼 那個狼還爆了 我女巫把我第一天死在夜裡 第二天我真的沒有解药的時候 我又自刀了 一張平民牌 還能認我自刀 最後還能說九神是預言家 在我玩狼殺的歷史裡邊 我覺得這個局我接受不了 然後才重錄的這一局 重錄的這三期 知道了嗎 就是我無法 無法 無法 就是 你說我發言不好 其實 在這種情況下 井上井下只有一個預言家 還查上了一隻狼 兩輪刺刀死在夜裡 我的發言就是 我是一個預言家過 我也是廠商唯一的預言家 那沒有辦法 那局 就因為 太太他媽的屌了 不敢放 我們就決定重錄 所有人一時同意重錄了 退下去 好不好 剛到底了 那我 兩兄弟 這個好玩 兩兄弟都查查同樣一個八號 那可以出八號了 心疼八號要不你報了吧 警惠還不能給 對不對 這樣也能保一下你的同伴 這兩兄弟都不退 都查你八號 那我覺得你是死狼一條了 真的保不了你了 好吧 我是一個好身份 好身份 沒 我本來是這麼想的 我說啊 十一號如果是漢跳的那個 呃 反正十二號他在他眼裡 就存在 不是真的的可能性 因為我的氣勢很兇 我六號這個心跳 如果十一號 呃是那個狼人的話 他覺得這個是真原家 不對 那十二號不是他狼隊友啊 所以他怎麼都不會退 所以十一十二都有可能是狼 都有可能是原家 但是只有十一號 平民是誰就別問我了吧 兄弟 平民是誰就別問我了 平民是誰就別問我了 我個人更相信十二號 但是呢八號你是必死無疑了白天 好吧 平民是一個 就是 當時 我們局 少人 人 就叫了一個臨時工過來 那個臨時工玩了一局 後來我們覺得他媽的這個臨時工 都能玩的這麼屌 我們嘉賓還玩個屁 然後因為他也不是我們編制裡面的人 就把那個臨時工踢掉了 後來在常務組後面送盒飯 臨時工臨時工臨時工 發言完畢 8號 11號 12號 仍在警察 沒有上警的玩家請投票 3 2 1 3號 投給8號 7號 10號 投給11號 1號 5號 9號 投給12號 12號 玩家 當選警長 擁有1.5票 規票權 哈哈哈哈 你是高 你是高 昨天晚上 是平安夜 被禁言的是 12號玩家 警長 請選擇 從警左 或警右 開始發言 1號玩家發言 分析一下 警上的行為吧 警上 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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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勢 想要下退一個 但是 沒人成 1112裡面應該是出一個 真 預言家 然後一匹狼 8號是穩走的 狼都查殺你了 預言家也查殺你了 怎麼出都出你了 然後 警上還有 8號 2號 2號 退水了 看不出來 為什麼要投給8號呢 就是故意的 故意裝成一個就是 如果是一個狼 他不會心態這麼輕鬆 不會這麼作 狼都是很小心謹慎的 就是一張平命牌的時候 他敢這麼放鬆 這麼作 這麼 這麼去陽光的做一些事情 打一個反邏輯 稍微不要 下來隨便解釋一波 賣個萌 裝個逼 就糊弄糊弄過去了 就是一個平民心態 黃金滑水位 過 2號玩家發言 從昨天的票行來看 我覺得 雲哥很受 很受女孩子喜歡 為什麼呢 只有兩個女玩家 給雲哥上票 但是 話又說回來 在雲哥發言 這麼如此簡短 對吧 短小又 短小精幹的情況下 對吧 還有兩個女孩子 給他 上票 那麼說明這兩個女孩子 可能是他隊友 我是這麼認為的 如果真的是靠 賣自己的一批狼隊友 來坐實自己的預言家身份 然後又有兩個 我很沒默認誰啊 7號跟10號給他上票 那我覺得7號跟10號 可能是 我都告訴你們 是已經是功了 你們還下記不猜 在我眼裡的話 7 8 10 然後再加雲哥 14秒 反正8號這張牌是肯定留也留不住 對吧 真預言家也不要他 假預言家也不要他 那這張牌肯定是不可能留在場上的 要不你報了吧 哇 哇等會也是出你 我等會舉票8號 過 就是3號給大家承認了錯吧 剛才想裝個B 默認個 九神不善情想玩號碌 就是 這倒是警商投票 沒什麼卵用 沒什麼卵用啊 賣謀可恥 那我也可能是真的 那講個問題吧 11 12我不投他的原因就 其實無所謂啊 就不可能 你還能投 11 12之外的人嗎 對吧 我投11代表哇 我相信你11號帥 我投12代表哇 你12號好酷 有什麼意義 對吧 1號玩家有一個爆炸的言論 1號玩家告訴我 那也可不是我在節奏 應該出一個狼一個預言家 對吧 就是至少11 12在我的視角裡面 都是啥啥啥的 我寧可 多信這是一個平民去幫著 擋刀的可能性 2號又說個 跳潛行者 你們發現了嗎 為什麼要跳潛行者 因為這個板子裡面 潛行者是個短板 跳潛行者 拿我沒什麼辦法 因為潛行者這張牌 又不敢出來幹我 他就算投了票 早上他也無所謂 一換一 而且白天我也不能出 同時我可以 潛行者 潛行者 我們聊的時候 潛行者是能接受 別人稍微穿穿衣服幫他打刀的 只要他沒做壞事就行 那我現在就是穿著潛行者的外衣 盡量去做好事 然後潛行者就不太會去聊我 因為潛行者認可我 潛行者是需要藏起來 有人幫他擋刀 同時偷偷去投票的一張牌 他沒法像獵人一樣那麼陽光 你跳我無所謂啊 我就算潛行者 你能拿我怎麼樣 怎麼言論也是讓我覺得挺爆炸的 說是什麼 好像是誰的身份好 還是什麼 我真的有點記不清了 剛才不知道打岔的事太多了 11號這張牌呢 其實在我的視角裏面 他是比12號身份要略好的一張牌 因為他是先至未報的8號沙沙 12號是跟著11號去報的8號沙沙 就如果 就這倆無論誰是真誰是假 就同樣如果你們非要分辨的話 那其實在我的視角裏面呢 11 12你不用管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對吧 其實這一期 在沒有重錄的時候 重錄一共是取消掉幾期啊 六期吧 這三期沒要 之前好像也有三期沒要吧 要了 一共就取消掉三期 我想想 好像是 一共取消掉三期 這一期的神之眼 原來好像不是 零九的 這一期的神之眼 在沒重錄的時候不是零九的 重錄了之後是九神的 就是說你們可能會看到一些地方 什麼場景 聽什麼 十一如果認十二 OK 都說零十公了呀 兄弟零十公啊 對吧 他們之間互相 相認不相認的是冤家的事情 他們報的同一個結果 你管他哪個是 就是一號你告訴我 哪個是狼哪個是冤 你管他幹嘛呢 這個二號告訴我什麼 一定也好像也是說的是 有一個狼一個冤家 但是上一局 大九神在 在薅我手上的毛 誰見我 不不那個誰 蜀大王 在拽我手上看毛 上 你別打斷我了 上一局 是沒有預言家上景的 對吧 就不一定 有可能平民擋刀 但是我還有一個懷疑 就是平民擋刀 他為什麼還不退水 就是萬一造成預言家 沒有拿到景徽 會不會是一種損失 這個是你們 自己考慮的 好吧 但是這一輪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要考慮的 出發就可以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可聊的 我簡單分析一下 一號的問題 和二號的問題 我就只能聽到這兩個人發言 好吧 其他的 好像 雙幫主有點 我說話雙幫主這張牌 有點故作自己的身份 就故意起來 就感覺他從 起來的那一瞬間 到坐下的那一瞬間 這一切 都是為了這一切而去做的 什麼 11號給你3秒鐘 123 10號 那行 那我退水了 就是你這一切是你計劃之中的 而你不是一個真的是加身份的行為 在我看來 你這個演的痕跡有點重 有點故意做好自己行為的 這麼一個 形象的這麼一個行為 好吧 然後 在其他的信息也沒有了 這個 你們反正都出發 那我就標記給別人吧 好吧 過了 那個 我這一輪的發言呢 第一 我要認潛行者 第二 我要找到潛行者這張牌 我去打了幾張牌 這幾張牌如果不敢 聊我 或者是只要有人敢認潛行者 我就直接抱了帶走他 潛行者就開不出來槍 就潛行者就很虧 然後 這輪反正殺殺也要走王 我覺得這輪我出來了 就算抱了我也不虧 或者是王抱了也OK 就是我只要找到潛行者就可以 然後呢 潛行者白天敢聊我 我就會重點懷疑他 他還涉及到一個分票的情況 就是 反正潛行者那牌很弱 你一個狼你就跳過潛行者 拿你一點辦法也沒有 所以說 不存在什麼狼人要跳潛行者 早怎麼樣早死的 不存在無所謂的事 就跳潛行者就能裸著打 潛行者很弱的 潛行者很弱的 因為我作為我平民視角 我還是想分辨到底誰是真的預言家 這樣 自己不至於站錯隊的 發言不太好 12號的發言還不錯 我暫時軟站邊12號 但是雲哥他是一個 如果他是預言家 我可以聽出來的牌 所以雲哥你等一下好好發言 你不要讓我覺得 就是你是個暴狼式的發言 對吧 這兩個人肯定有一個預言家 有一個狼的 再分析一下 1號2號的身份 我聽不出來 3號發言那麼長 就應該是個好人吧 然後5號的話90人 90人 我剛剛想炸一下他身份 炸錯了 對 再說一下 為什麼兩個女孩子 上票給11號 我想聽一下你們兩個的發言 為什麼上票給11號雲哥 因為我覺得雲哥的發言 沒有很好 他的太短的發言 讓我覺得 我很難相信他 但是雲哥你可以扳回來 你可以來拉我的票 對吧 Go 5號發言 這輪肯定全票出發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我剛剛一直在想 11 12號 前面也說了 是必有一狼的 因為平平這個時候 沒有必要跟預言家 去搶這個警戒流 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那麼 我既然這一輪全票出發 沒什麼好聊的情況下 我想聊一下 11號跟12號 誰是預言家 誰是狼 我的看法 我在警商是把票投給12號的 原因是這樣的 原因是我認為 11號跟12號的發言長度中 12號的發言會長很多 就說明他更想要這個警戒流 而如果說12號是狼 他在11號已經查殺了自己一個狼同伴的情況下 假設我們12號是狼 11號是真的預言家 他查殺了8號是12號的狼同伴 這個時候12號如果想去搶這個警戒去撼跳的話 他是不是去報8號查殺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呢 他是屬於 對我們是一個逆向思維嘛 就是他如果是狼的話 他應該不會幹這件事情 所以我認為 我現在腦海裡的邏輯應該是 11號是一個狼漢跳 他發現自己8號去搶警戒的這個動作 在發言的時候呢 表現出來他是一個什麼平民 什麼我就是民 什麼什麼的 感覺聊得比較差 所以他直接查查一個自己狼同伴 近近他可以坐實自己預言家身份 退他這個狼同伴可以報 對吧可以給他一個預言家身份 所以我覺得11號更像是一張漢跳的狼人牌 所以我把票投給了12號 這個時候在前面 我聽下來發言比較好的一個老鼠 就老鼠這個位置 我認他是一個好人身份 他點的四郎是兩位女士 給11號上票的 然後還有12號和被查殺的這個全票出的8號 他點的這四郎 我一開始覺得他分析是挺有道理的 挺有道理的 這是我剛才整個一圈聽下來的一個總結吧 我感覺秋圖這局 身份不太好 我希望下輪聊的時候能好好聊一下 我自己的話 是個好身份牌 過了 6號發言 九神強不強 九神現在的邏輯和閩人能力是不是已經很強了 九神現在 九神現在是一個什麼階段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九神現在在PandaQ裡面的狀態就是 我能看得清 我能說得出來 但是拉不動人的票 哈哈哈哈哈哈 沒什麼用 就是九神 九神最開始的狀態呢 是能保證自己不被別人拉票 然後現在的狀態呢 是能把自己想明白的事跟大家講清楚 那麼問題就是 你能講清楚 並沒有什麼軟用啊 哈哈哈哈 你講清楚 別人不信的 有什麼用 所以說 我們再回歸到 我之前 之前說的那個 事情就是 你講清楚 並沒有什麼用 你要讓別人跟著你走 這就是 九神 下一步要進步的地方了 當然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我跟大家講的就是現在 九神的悲劇 九神 什麼都懂 什麼都明白 講的也很清楚 但是 我還這樣 頭死的 沒什麼用 但是 已經在不斷的進步了 這就是一個進步的方向 慢慢的慢慢的 就去 想辦法怎麼去 說服別人了 就是 九神你看最早的時候玩 真的進步很大 你看他最早的時候玩 狀態非常不同一 然後好人要上天了 對吧 就真的是 這個場地都把桌子掀了和你看 玩到老人的時候 就是希望能躲起來玩 就是 現在的話 已經已經進步 非常非常大 其實這裡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 都有自己的風格 當你 你怎麼知道一個人變厲害了呢 當你覺得這張牌 已經不能拉動跳的時候 就是你用什麼樣的方式都很難拉動他的時候 就說明他有自己的一套邏輯 邏輯觀和辨別是非的能力了 就不太會相信你了 而且很自信的情況下 你就不太容易能拉到他的票了 就像你看 PandaQ SP版的第一期 深圖 來拉九神的票 就沒有拉動九神的票 就是 首先這個人得非常自信的一個人 九神就是一個非常自信的人 然後其實要自己的能力變得很強 所以九神在以前 PandaQ並不是很強的時候 他就很自信了 所以說他的本性就是一個很自信的人 這樣的人你要拉他的票很難 那你比較好的方法就是 把他打到一個狼坑裡面 九神這局戰隊非常對 但其實狼隊要打散動的話 可以怎麼打呢 11、12號兩張牌 其實邏輯和偽邏輯永遠是同時存在的 你認11號是狼 12號是預言家 無非就能說一個邏輯 如果12號支持狼的話 他怎麼會在11號一個真預言家 抱了一張茶沙8號的時候 他隨便往後這邊發個精髓好不好 對吧 他為什麼也要抱一張8號的茶沙 不去撈自己的隊友 一點收益都沒有 這樣的行為 所以說做不成一張狼牌 這是12號作為一個真預言家的理由 那他作為一個狼的理由 就是11號 抱一張8號的茶沙 在前置位抱 對吧 那你12號 怎麼可能會那麼巧 茶沙的和8、11號牌是一樣 同樣一張牌 而且同時 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無論茶沙的真與假 你不去打11號 而你是勸11號退水 我認為你們兩個 要麼就是你12號 就是不自信 你默認後置位 一定是沒有真預言家 你12號默認 8號、11號 茶沙對了 所以說你才想去勸11號退水 就是正反邏輯永遠是存在的 但是一定會有一些邏輯啊 就是狀態啊 包括習慣啊 包括其他那些東西 去左右你判定哪個人是真的 就是加分、減分、減分 這麼慢慢消 讓你更加的確定一個人是真的 然後達到一個 比較準確的一個狀態 那九神現在能做到就是很強 很強 6號覺得 牛途像一匹狼 首先呢 井上的行為我說一下 11號先茶沙8號 12號再茶沙8號 11號的發言是 我的茶沙是8號 然後井會流 臨時工都走了呀 你們還聊 發言順序來說 我不狠打你 對吧 你先報個茶沙 然後不報 那兩棲臨時工 沒有用牌就走了 然後就結束了 12號的發言室 我昨天 你們沒有見過你 我先報警惠流 我昨天查的是8號 然後發言室 我為什麼要查8號 因為8號是昨天的手刀保護 說到這兒 他後面其實還有很多話 我不一一去重複了 那說到這兒呢 其實一個 焊跳的預言家 和一張擋刀的預言家 是不會在這個時候 還去解釋 我昨天為什麼查8號 因為他是緊接著11號的發言 而發言的 那麼在這個準備時間當中 我覺得12號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去準備 所以12號應該是那個 真的預言家 他確實是因為8號手機 我剛往後才去查的 那從 還有一個消息呢 就是 11 12當中 我覺得囚徒的說法 反而是不正確的 11 12當中 必是一狼 一真預言家 因為 如果是好人擋刀 我覺得 在警上 我那種 勸退的方式的情況下 是不可能 我擋到2顆了 是吧 所以說你囚徒 你還 那我得擋又過 怎麼辦 老娘還可以進哪兒 你只能說是 你安保自己的那張隊友牌 然後去做好那張隊友牌的身份 那1號是你踩的一張牌 我覺得相對來說做好身份 2號發言不錯 且在警惠流裡 我覺得也不用聊 5號是我認的一張好身份牌 4號的話還不錯吧 4號還不錯 那上11號票的7號10號當中 至少1匹狼 好吧 我是因為沒有聽到他倆的發言 他倆都沒有上警 以我對他倆的判斷 他倆的邏輯應該是相對比較清晰的 所以我覺得他倆上11號票 像是2匹狼 那 不行 只有1匹狼 因為我認3號是1匹狼 那70當中1匹狼 你說這是什麼 3號1匹狼 8號1匹狼 11號1匹狼 這是我的想法 9號是上12號票的 我覺得身份應該不錯 好吧 6號是一張好身份的牌 而且囚徒有一個行為不好 他在穿神的衣服 我覺得 你要是潛行者 我都這通發言了 對吧 你應該認我是好身份了 剛才說6號這個有點做作 你看 少幫主告訴我他不是潛行者 你看 九神 你告訴我 他不是潛行者 少幫主也告訴我他不是潛行者 那再接著找唄 就是你是一隻狼的視角 你只要找神 對吧 你叫個神 他不幹你 但是他不是神 那好了 6號現在把我的心理路程和我的想法 以及勸退他們的思路 你看 我點了點頭 少幫主不是潛行者 好吧 過了 7號玩家發言 首先我覺得這輪肯定是出8號的 然後我說一下為什麼我要投11號票呢 因為我記得 我覺得首先我覺得是11號先查殺了8號 然後12號他是 就是在他發言之前 就是有一個有一個動作就是很慢 然後又觀察了一下 先看一下錦慧流 錦上我驗個後滋味的2號 誒我都給你們講延時空的故事了 我操你們都不刷破竹子 有點過分了吧 我覺得包括12號發言 你們說覺得他發言很多很好 但是其實我不覺得他發言很好 只是兩個原因之中 我就想投給11號 都得去檔LOGO啊 真短兄弟 對不起 我票是出在8號身上 但是我跟你12號說一下 如果你12號是真語言家 你先查我 別插頭了 後來就上角點一部訂閱 也是對我一個肯定啊 我現在不知道你們誰是真語言家 我就解釋一下我為什麼投給11號 希望他的語言是簡短了一點 但是因為 11號玩語言家 有時候是有點奇怪的 就是他玩 我不會幫他說話 他玩語言家就是有點發言很差的 他這些玩語言家我們都不信他 所以我跟小樓的意見差不多 你11號就能好好發言 如果你的發言能說服我 我這一票 我下一輪肯定會認你是語言家 然後我覺得11號 如果是真語言家的話 剛剛投票給12號的 你自己看吧 我覺得先查JY吧 JY是吧玩得好 因為剛剛是JY先投給12號的嗎 然後我也想聽一下JY的 JY投給12號的原因 然後 嗯 這輪我肯定是全票出8號的 我覺得 昨晚是平安夜是吧 兩個語言家我覺得有可能今晚誰都不死 我覺得有可能啊 因為有個現在就是局勢還不知道很清楚 很清楚嗎 可能說是 然後就污一下對方身份之類的 反正看警察人吧 下一輪我在聽 或者是看誰死 看誰死就知道另一個是不是語言家了 好吧再判的過 欸你們手打竹子啊 8號發言啊 8號發言啊 8號發言 好現在我要說一下 大家可能覺得這幾局 嗯 就是你們考慮誰誰誰被鍋的時候 我認為你是誰的粉絲 所以說嗯 不是自己的主播被鍋就可以說嗎 呃 表達這樣的宣洩的一個情緒 或者是坑了你喜歡的主播 我都可以理解 呃 但是我們還是要找這局的亮點 這局的亮點是誰 是王 是王 在前面輿論 到二科之前 所有人踩的牌是誰 踩的牌是 11號風行雲這張牌要出 11號風行雲這張牌 是一張狼牌 他們站隊12號 九神開始帶著節奏 九神站隊12號 王說的很簡單 隊友不來撈我 這個撈很關鍵 他說了撈這個字 就等於表明11號不存在撈的可能 後面桃子也作為一個好人 聽出了這個裡面的問題 暴狼發言 記住了 最低級的就是為了做身份 暴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是狼 做好了另一個人的身份 當然大家稍微想一層邏輯就會想明白 那再高端一點的就是 故意聊得很暴 聊得很暴 讓你們去覺得 他是一個聊暴了的狼 努力想聊好 但是聊暴了 所以判斷出來 他踩的那個人應該是個好身份 就是狼踩狼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套路 所以這輪王聊得就非常的隱晦 他說你不來撈我這張牌 這個字非常的 不太讓人去注意到 但是一旦你發現這張牌的 這個字的時候 就會默認12號是一張不太好的牌 對這個人說的好 狼人的發言 當你知道他是一隻狼的時候 他所有的發言 你都不要去聽 因為首先最簡單的 你要判斷狼人說謊了沒說謊 他如果說謊了想表達一個意思 他如果沒說謊想表達一個意思 那等於他什麼都沒說 你以為你沒法判斷他說沒說謊 這個很難 然後再去判斷他真話裡邊有多少是假的 假話裡邊有多少是真的的 就沒有必要去判斷他的話 他是真的這麼說了呢 還是故意混淆我是聽呢 就這些東西你倒去判斷 那你何苦去判斷一個狼的發言呢 你知道他是一隻狼死了 好了EI放了屁過了 這是最簡單的邏輯 除非你自認為牛逼到 你能聽懂他話裡邊 所有的真話假話 他想表達的意思 你能聽懂一個狼的發言 那你再去判斷 但是我覺得比較難 而且沒有意義 浪費時間 不如抽根煙 好過了 但是 我告訴大家 11號和12號裡面有個人 媽的把我給賣了 現在8號 就看起來打了 以往的狼人 都是在夜晚 偷偷摸摸地刀掉一個人 白天 遮遮掩掩掩 不敢認身份 今天我告訴你們 我對麥隊有這個行為很生氣 你們兩個預言家給我聽好了 都他媽跪下給我認錯 現在8號全場身份最高 誰他媽不好好認錯的 等會兒我就在你 我等會兒會自證身份的 都他媽給哥聽好了 這輪好好聊 為什麼要賣我隊友 為什麼不撓我 聽好了沒有 這輪全票 隨便你們出不出都無所謂 反正現在沒人幹得了我 白天我是無敵的 啊 兩個預言家都給我聽好了 好好聊 跪下來了 為什麼要賣我 過 對他說了一個為什麼要賣我 這個比較關鍵 我說一下啊 其實這個情況 比較特殊 我是警尚 是投給12號票的 因為我認12號是真的原家 我為什麼認12號是真的原家 就是按照5號說的那個邏輯 5號已經把邏輯盤得很清楚了 就是在你12號的位置 如果12號是 8號的狼隊友的話 他12號不可能還去再給一個8號查殺 就是在 在聽到這的話 我覺得5號這場肯定是好身份 而且他盤的邏輯我接受 就是12號 他如果是和8號互 互為狼隊友 他肯定要給個別人的查殺 然後去跟這個11號鋼 但是 為什麼12號 最終還是給了8號查殺 而且又不退水 那我覺得12號就是真的原家 這是我在第一輪為什麼上給12號的原因 當然5號也盤到這個邏輯了 但是這旁由於8號的發言 我不得不多想 因為剛才在11號發言之後 12號呢 按照12號最近這個突飛猛進的水平 我覺得他 竟然沒有提11號 就是在12號 如果我是12號的角度裡面 我給8號一個查殺 就是我真的去驗了8號 8號是我的查殺 你11號給了8號一個查殺 那我肯定會盤出一個邏輯 就你11號肯定是8號狼隊 你狼彩狼 那為什麼12號沒說這點 而且在12號這邊呢 他是 他是說 讓你10號退水 也沒有直接打41號 我覺得就是正常的情況下 在12號這個 假設12號是真的原家的情況下 他的發言應該是 好我昨天晚上查殺了8號 並且11號和8號是狼彩狼 而不是說你 而不是去勸是要退水 而且整場一圈的人 都在站12號這邊 讓我不得不懷疑一下12號身份 但是 從整體感覺來講 我更傾向12號是證券 這是我的一個不明白 而且 這輪8號這種爆招式的發言 讓我覺得這個局勢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從表面情況上來看 我覺得應該是 3 然後8 11 就是三郎 但是 這個3號這個 可能也特別奇怪 就是3號在警下投票的時候 媽的JY這個B太他媽的喜歡賣隊友了 他點了3811 真他媽準 因為這場肯定是從11和12裡面選一個人 然後 11和12都查到8號 8號絕對是一匹鐵狼的情況下 3號上票給8號 我不明白你3號是什麼意思 就是 那在我看你3號肯定是匹鐵狼 然後到你3號發言 你說你是前用者 然後 又賣 你留一個全賣了 我錯 你 你去 你去想把8號帶走 這個我不信的 就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3號也在這種情況下 有種種暴浪的這種表現 就是 這邊都認狼了 3號呢 又把自己暴浪了 所以這一輪呢 我其實還想再聽一輪11和12 但是12號被禁言了 這輪是初8號 然後8號說自己是自暴 也認狼了沒問題 然後我覺得7號 目前來我這個10號我沒聽到他發言 我覺得10號 他就要做精工狼做到底 那在前期7號站邊11號的話 我聽到11號7號發言 他敢於向原家去驗他的話 而且這輪7號應該也要和12號站邊 我覺得7號身份 真的可以驗一下 我不確定 我覺得越是想要原家驗自己的 他就是想打一個反向邏輯 我記得12號整個流之前流沒有記號 我忘了 所以這輪 這輪出可能出8號 那具體11 12號這輪出不了 看誰倒在夜裡就可以了 對吧 不過 我看11號從一開始表情都非常嚴肅到現在 我覺得裡面應該是有蹊蹺的 我這個態度 我過了 好 大家聽完JY的這一段發言有個什麼感覺 不用你們去描述他每一句每一段話 大體的感覺就是JY 很模糊 他對整個局勢的判斷不清晰 甚至於前面很多玩家都聊的相對清晰的情況下 站邊比較明顯的情況下 JY總是含糊其詞 顧左右而言他 對不對 就是這種狀態呢 大家如果 大家如果 跟龍哥玩過就知道 龍哥一般當狼的時候什麼呢 這個局 他們倆到底誰是真原家呢 我現在也分不太清楚 但我們這門要輸他吧 先把這個人輸了吧 這個人肯定是一個壞人 對吧 這個分不清楚 但是龍哥 當好人的時候就戰隊比較清晰 就是各種暈 我也不太懂 你說他是狼嗎 也有可能 但是他也可能是狼 你說他如果是狼的話 那他如果是冤家的話 就總會說一些這種很假設的話 同時不堅定自己的立場 所以說這是一個 大家其實 因為大家其實看 Lionman和Super Lion 包括PandaQ 看的比較多 對JY的狀態也是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認識的 其實可能比很多在場的嘉賓 對JY的認識還要深刻 就是JY這個發言其實有點明顯的 但是介於邏輯 他是女巫救的一張飲水牌 同時他沒有上井沒有投票 就是一張金剛狼牌 這麼打呢只有兩種可能 要不就是死了 沒有任何收益 死了就死了 要不就是活害來就無敵 就只有這一種可能 所以說這個套路呢 以前有人玩過就是 這個套路比較髒 就兩種可能 要麼就是雪崩局 要麼就是無敵局 就這兩種可能 就取決於女巫救沒救 救了你就是大金剛狼 救沒救你 那就是狼隊白送一狼 就這麼一個 因為你沒救你就是零貢獻 白死 救了你就金剛狼 然後這個女巫邏輯還很難盤出來 他沒有任何收益 什麼也不幹 可能聊到最後才能會衝你 就有區別嗎 有區別就是這個套路比較髒 10號發言 10號在警方 然後通過JY這輪的發言 我意識到JY又要賣隊友了 所以說我下一輪 在少幫主的發言之前 其實我的心路歷程 一會兒在少幫主發言之前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我當時的心路歷程 以及我所決定的打法 直到少幫主發言之後 我轉變了態度 我一會兒跟大家說 這投了11號一票 就是首先 他是先知未報的茶沙8號 對吧 他第一個說茶沙8號的 好 你再查我茶沙8號 我再直播 好 你要說好吧 做完做完啊 嗯好 好了做完這些拜拜 好的 第二個 嗯 就是你們都說他 對警徽的渴求度不高 說他發言不好 但是在我這看來 他有什麼沒有報的嗎 我跟CYS一張 你看下一期 警徽留報了 對吧 堅持不退水 難道這就是一個 對警徽沒有可求度的表現嗎 所以我在這裡 在我知道我自己 10號是一個好生命的情況下 然後我認7號發言 有個新浪的一個魔術師 叫CHAOW 喬 有人知道嗎 這個邏輯在我這裏說不通 因為他是厚滋味的 您到的一天又開始了 而且 這個 8號剛才 報狼事的發言 就是 他很生氣 他很生氣 不是說 如果是 11號上來狼彩狼 那狼就能明白 他為什麼生氣呢 就是在11號查殺他之後 然後狼隊友也跳 又兩隻 太多了 哇靠 哎 咱走位能封少點嗎 各位 哎 天啊 啊 都不想戰負你 不要做故事行嗎 月落 你這個 這卡還什麼的啊 卡還什麼的啊 好開人群 準備 我會出那邊 那邊有人嗎 哎呦 看錯提示了 半夜你 大哥你在那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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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的 瞪著眼就說瞎話 9號 9號應該是個好人排吧 你看 鳳羽摩拳探訪都沒幹了 就是 11號查殺我了 我嚴肅一點 然後12號也查殺我了 我就很生氣 因為這狼隊友在查殺我 所以他在生氣 這是我的看法啊 我這一輪 我不管你們怎麼說 我還是會站面 12 11號打 就這樣過了 好 你發現這些人的問題了嗎 就是 很多邏輯流玩家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他們說的很對 他們講的也沒有問題 邏輯也很正 但是他們沒有拉票 沒有拉票 沒有數票 沒有說 說你聽了 在其實你在墨之位 你應該能聽出來 站幾號團隊的人 從發言上看是幾個人 差不多有幾票 你還需要幾票 能幫你去把一個人投死 那你需要拉幾票 你要數一數的 差不多的情況下 選擇拉票還是棄票 還是選擇這輪我 裝裝裝裝一輪 然後再有就是 嗯 你要去拉哪些人的票 就是大家現在停留在一個什麼狀態呢 我在聊自己 我跟你們講 講道理 講明白了好了 那願意聽的人就聽 不願意聽的人拉倒 是這麼一個狀態 缺乏主動性 11號發言 11號是真的預言家 那麼場面上 就謝謝 首先謝謝12號 讓我不是第一個發言 這一點我是要感謝他的 然後我想說一下 我想告訴場面上各位 從1號到10號 到這個10號吧 可能到現在我聽下來只有10號 還是支持我一下的 嗯 這個其實 是跟我個人有問題的 我做預言家發言 我先說一下 我做預言家發言 基本上都是被大家標為撼跳發言的 那麼我這次 從從這次開始 但是我的決定很簡單 就是報我該報的信息 其實呢 但我給大家講一個點 一個經常撼跳的牌 一個總是被撼跳拍出去的牌 他的發言會什麼呢 上一局 我那麼玩 你們說我是狼好吧 那好這一局我這麼發言 封信雲又犯了一個這個問題 就是你看你們預言家總說我聊的怎麼這麼多 是不是吧 好那這把我玩我玩預言家 我就報我這張該報的信息 我驗了誰 我報了誰 我就這麼玩 就要給你講一下 我為什麼要這麼玩 一個真的預言家腦袋裡邊 不會想這些東西的 就是 你如果撼跳多了 或者是你身邊的朋友有在撼跳 他出局的時候是 你們為什麼這一局又不相信我 你們怎麼總不相信我 上一局我說什麼 他傻傻 你們說我是狼彩狼不信我 這局我報個金水 你們又不信我 那我不知道一個真的預言家要怎麼發言 你們才能信我 那這就是一個狼的發言 因為你在糾結信和不信 而且你在糾結 我怎麼樣發言你才會信 你只要講真話就可以了 信不信 你講真話 就是說了很多東西 就是你看 因為上幾局 其實我和JF盤的時候也會提到 封信雲的這個問題 但是被剪輯掉了 封信雲起來的發言是 那上一局 你們說我的發言 跟大家解釋了一下這些問題 好吧 那這一局我不解釋了 我上來就報下我的验人 那其實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判斷他一隻狼了 所以這句封信雲還有這個信息 但好在沒有太多的人去因為這個信息 去注意到他 至少在當時還沒有 對不對 我上來作為預言家報我該報的信息 我把我該報的信息報清楚 8號 現在場面上的情況 我先說一下 這個看跳的預言家 對不對 他也是查的8號 那麼這一輪肯定出8號 我就說我好人該做的事情 好不好 因為警惠不在我身上 警惠也輪不到我非給誰 這輪肯定出8號 出了8號之後晚上我會查3號 我不會改變 如果 我就這樣說吧 如果晚上我死了請你們把他推走 如果晚上他死了請你們把我推走 這樣行不行 這可不可以 因為現在是一個博同情的發言 博同情的發言 這個狼是肯定出了對不對 按照你們的邏輯一個汗跳 一個預言家 我這樣我這樣聊行不行 我無所謂你們信不信我是真預言家 我晚上會查3號 如果晚上我死了你們把他推了 如果晚上他死了你們把我推了 可不可以 狼美人的技能 狼美人的技能是晚上可以選擇連一名玩家 連了他以後 白天如果你被推了 死於白天那名玩家陪葬 死於晚上你不能自刀 死於晚上 被女巫毒了有沒有 我忘了 好像被女巫毒了倒霉 被女巫毒了倒霉 反正就是一個白狼王是戰吼 他是王羽 就這麼一個效果 然後第一天晚上連一個人 第二天晚上可以換 第三天晚上可以換 就是一個發生了夜裡的這麼一個信息 比白狼王弱很多 白狼王是可以通過發言和局勢 去發動的 他是晚上連完了 白天改都改不了 我都這樣聊了 我覺得我作為預言家 我不知道我 但是好人有守衛啊 狼美人賊雞巴弱好吧 所有的人 根據你們自己的邏輯判斷就很好 以後我作為預言家 我也是這樣 拿到預言家 就這麼打吧 對不對 我說的太多 反而有人會分析的太多 但是我說句實話 我還是說句實話 我還是 每次拿到預言家 從這麼大一圈 沒有人相信我是預言家的 確實是我 可能打法有問題 呃 沒了就這樣過了 只要好了 能爆了吧 8號玩家自爆 遊戲繼續 晚上不會被刀的 晚上不會被刀的 老美人不能自刀 天黑請閉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十二號玩家 被禁言的是十一號玩家 十二號玩家請離場 二號玩家成為警長 警長請選擇從死左或死右開始發言 死右開始發言 過了 這個角度問題我可能沒看清楚他筆劃在什麼 然後他好像應該是說三號一張好人牌 呃那個九號是我第一天晚上金水 對其實我昨天晚上想開讀那我想想沒讀 我本來想把三號讀 好 呃他想把我讀了 想把三號讀了 為什麼沒有讀三號 我們回頭再看一下 8號玩家自爆 遊戲繼續 這一輪 這一輪是因為我認前者 他不敢讀 他不敢讀我 哪一局我舉個二號票 我記得 我哪一局退役 因為你如果要讀我 我舉了個票 那你不敢讀我 是這個嗎 對沒出票 因為爆了嘛 他不敢讀我 誰惹 下一輪吧應該是 十二號玩家請離場 二號玩家成為警長 哈哈哈哈 警長請選擇從死左 太尷尬了 下一輪嗎 從死右開始發言 從死右開始發言 這個雲端挺尷尬 就是我到現在我還覺得 十一號是一個原家 哎呀 但我記得我有一輪沒投票 躲了一讀 就我只能支持他一天嘛 對不對 第二天我就 他把一號讀了 對就那一輪 他把一號讀了那一輪 十一號的邊了 因為這張牌是我的金水牌 我想聽他給我安排一下任務 因為我第一天就的年了 那年 讀的話 我會在一四案裡面讀吧 這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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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三號上一輪 這一輪我心路歷程很複雜的 一號四號出一批浪 自白書給他講的 對我覺得發言都不錯 五號不是 二號好像就真的是一張好人牌 因為他在井上的發言 包括剛才的發言 我聽起來狀態還是不錯 只能 我 發言沒聽出來什麼 但是狀態在我這裡是認可的 對吧 我就只能從狀態這一點認可他 所以 應該會在三號上面讀吧 有人看到他的手勢給我翻譯一下吧 我這個角度剛才看不到 過了 十一號 我理解他的手勢就是 昨天晚上他驗三號是 好人 那你們所有人今天出我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意思 他就認出了一張牌 那他自己說的嗎 他說如果 他昨天白天自己說的 十二號 晚上死了 那今天十一號出局嗎 這是他 就是他剛才說了一下 這個今天出我 然後 就我肯定好人牌 然後十號他說我倒在 他說我是倒在業裡 他救的我 他身上還有一瓶毒藥 他是有可能是女巫 我只說有可能 我覺得大概的應該像是女巫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場上女巫是沒有用過毒的 他在這個時候如果上來 是狼人跳個女巫 那肯定他就要出局了今天 所以我覺得他是真的女巫 但是我覺得女巫不用 不用特別挑 但是我覺得我從事案上 就覺得他是女巫 所以說一下大家千萬不要玩 自刀不上井的套路 或者自刀的套路 玩多了以後 你在線下的局裡邊 沒人救你啊 本來去玩一局 一共玩三局 就要被手刀 本來就被手刀就很慘了 還沒人救你了 以前可能還有人救你一手 現在連救你都沒人救了 多慘 何苦呢 好人 因為十號在所有人 就幾乎在我發現之前 其實我發現之前我是 這種人我就不懂 這種人被手刀手驗 都已經存活都是問題了 還他媽自刀 不懂 而且JY這局 玩的一個心裡特別騷 他第一局 第一局被毒了 對吧 第二局抱抱帶走了 等於說兩局他都沒玩 第三局他又知道 作為一個人正常來說 都覺得 JY兩局沒玩 這局我救他一下 不管他是狼是好人 讓他玩一局 他就抱著這樣一個心理 說他去揣摩別人的心理 讓別人來救他 你說這種人 這種人 怎麼能 他都有脖子嗎 21號 但我覺得這場太奇怪了 我看不懂 然後 10號是在所有人 佔邊12的情況下 他還是依然佔邊11號 而且你們還不知道 而且你們還不知道 在玩之前 排放在那 他就跟那個桃子說 這局我真的是 這局我趕緊 趕緊 趕緊玩完 我回去我回北京了 這兩局我都沒怎麼玩 這兩局我都沒玩 這局 趕緊給我 我這局 玩完我就得回北京了 我趕飛機 我被趕不上了 我真是煩死了 就是這種 這種 還沒開始就瞎著不聊 然後這自刀 真不要臉 11號這邊呢 是一個女巫去站他邊 其實我現在就在想一個問題 就是你2號現在拿著警長 昨天晚上有沒有可能是 12號 8號 12和8都是狼人 12號自刀 然後坐視你2號身份 我覺得是有這種可能 但是 我覺得你是真女巫的話 你要是把3號讀了 我也沒意義 因為3號你第一天的玩法 是我不同意的 就是你那個玩法 我不信你是說 讓人猜錯你身份 故意這麼亂嗨的 你今天你上一輪 穿了一個潜行者衣服 然後你今天這輪 你必須要解釋清楚 你為什麼第一天 要把警徽 你看 你們都覺得這個遊戲 是拿了身份 看了隊友 才開始 但是 JY在警長 在工作人員 發身份的時候 之前 他就已經開始了 為他自刀做鋪墊 或者是為什麼做鋪墊 因為 未雨 但其實呢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這些 就是 第二季 潘大Q 已經在我這裡 在我這裡 現在 就已經開始了 好 非給一個鐵狼八號 我現在就要做形象 我覺得大概率都不用聽三號發言 你直接給他幹出去就完了 我覺得三號在我這邊 我認他是一匹狼人牌 呃 這邊第一天七號是站邊十一號的 五號是我第一天的號牌 但是我依然還是覺得場上隨時有點怪 就是一個二號 如果十一號 假如十一號是真的原家 那你二號 就是一匹鐵狼 但是十一號的發言 讓出他 一張認出的牌 我覺得你要是真的原家 不會認出 這是我這一輪去打十一號的點 就是 你一個真的原 你如果是一個真的原家 一個真的原家 是所有好人方能提供信息的牌 你居然在白天認出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你會拿好的原家的態度 所以我覺得今天十一號 認出的話 那可以出十一號 這是我的觀點 但是這盤依然還是有一點問題 就是因為十一號覺得也沒團盾 而二號 我這輪主要聽你二號發言 你二號必須好好發言 你二號發言 能夠讓我知道十二號 到底是狼還是原家 其實 這邊想說的是 你二號發言 你二號發言 能讓我知道你到底是什麼神 哈哈哈哈哈哈 我把壓力給你二號身上 好吧 哈哈 七號發言 嗯 昨晚已經十二號 我覺得這一輪 可以出十一號 這我一開始投的是你的票 就是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這個是一匹鐵狼吧 那兩個之中肯定有一匹狼 我們今天把十一號出了 他也沒有錦灰流 在這兒真的去原家 因為 因為上一局 五號六號已經做不成潜行者了 五號上方主 給我低頭 六號上方主給我低頭 五號也給我低頭 就已經做不成潜行者牌了 現在我們開始測試 二號是不是潜行者 就是我們 把這個神 神和名分辨一下 二號就好好聊 對吧 二號現在有壓力了 它是一張焦點牌 那老鼠如果不知情 是神 他是不是必須要跳 那我們是不是排排水 就能知道哪些是民 哪些是神了呢 這是我們作為狼 狼人的一個心路歷程 我們要跟你們聊的 不是可能報名玩法 我覺得把十一號出了 那怎麼著都是走了兩批狼 一個神 對吧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 可以出十一號的 但是我覺得我要聽一下 後面發言 我只是說可以出十一號 如果讓我自己來出 我可能會出一號 我為什麼不出三號呢 除非你一號告訴我 你是一張神牌 因為我覺得一號善人的發言 並沒有 聽好棒的 還是一號出現 但是我覺得跟他前兩晚 玩好人的狀態不太一樣 但是他發言也很少 我沒有聽到你發言有什麼具體的內容 就是很混 什麼也沒有說清楚 也不聊自己身份 然後你三號這張牌是一張上一輪認潛行者的 我一張名牌啊 我不敢打你三號這張牌 但是我覺得 三號就是如果你不是潛行者 你這一輪把自己身份聊清楚 那真的潛行者可以標一下 可以直接帶走 他如果說這個時候還還是一個名 他不可能是一個名 他如果這個時候還說自己是潛行者 那他要么就有潛行者 要么就有狼 我覺得如果他這一輪還不聊清楚自己的話 那我覺得潛行者可以直接標了帶走 對吧 反正潛行者就是一張一換一的牌嘛 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 剛出 我和你們一樣 剛出潛行者這張牌的時候 拿那個字 白天投票一名玩家 如果沒有被票死 可以選擇馬上帶走他 我操太疾巴強了 我太想玩潛行者了 就潛行者剛出的板子 你看採訪 誰都想玩潛行者 覺得潛行者太強了 太強了 後來才發現 跟屎一樣 一點用也沒有 根本就沒有獵人牆 十號的女巫牌我是認的 你用一瓶毒藥 女巫還有一瓶毒藥 我覺得不可能說你看 阿爾科的發言 也是說讓潛行者來投票帶走我 他也不是潛行者 對吧 都不敢打我 都不是潛行者 嘿嘿嘿 然後這個時候出來跳個牛 然後準備吃毒 那你十號 你十號在我這邊去張女巫牌 我覺得這外的話 待定吧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來說 我的也露油 你的也露油 嗯 我覺得雲哥上任的發言挺好的 但是因為上任的12號 沒有發言的機會 但是我確實覺得雲哥上任的發言 挺好的 如果讓我自己舉票 我可能會舉在一號頭上 因為一號上任的發言 在我這邊看來不好 除非你 除非你一號就是 除非你一號告訴我 你是潛行者 不然你認任任何的神 我不太信你 因為你一號上任的發言 告訴我你不是一張神牌 我覺得你是民進民以下的身份 除非你告訴我 你是一張潛行者 你是潛行者的話 那我覺得 那就直接出三號 對吧 哇 二科真的兇 我是一張狼人牌 我都不敢這麼找神啊 二科 二科敢這麼找神 二科跟一號說 你認得潛行者 你不認得出你 我靠 二科居然 比我們狼人都喊 厲害 然後我覺得二號 鼠大王發言上任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鼠大王上任 發言還可以 我都不敢 不敢走 我覺得鼠大王 就算你是一個 你是一張狼牌 你不是這位人 可以出的一張牌 我覺得這位人 我會在十一號 一號三號之中選一個 然後 我現在就是覺得 這兩個之中 可能會出一張狼牌 我只是感覺啊 因為我覺得這樣 這就是 這一整局遊戲 我覺得 上方主跟JY 都沒有聊到我心目中 就是特別 沒有點到我心目中的狼 然後我以一個 好人的玩法來看 我覺得 他們兩個之中 可能有一批狼 只是一個感覺 雖然它是你舊的牌 但是我覺得不排除自刀 因為我現在是 我比較信 十一號是一個 真語言家了 雖然說我說要出你 但是我出你也是因為 我說了我覺得 出你也不虧 是吧 如果你是這張真語言家牌 你也沒有緊揮 然後 而且JY上輪投的票 是投的十二號的 然後我確實覺得十二號 我投十一號的時候 我就說我覺得十二號 他雖然發言比較多 但是我覺得他整個 是有點猶豫的一個狀態 而且他是在十一號後面發言的 我還是覺得十二號 不大像一張語言家牌吧 反正我會在一號 十一號之中選一個 或者是三號 好吧 過 好到這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當時的心路歷程 其實挺好玩的 到這的發言 基本都是要出十一號 或者我三號的 包括女巫說要讀我三號 二科說要出我 JY說要出我 就是 少幫主這輪的言論 對我來說非常關鍵 因為少幫主 如果也要說出我的話 正常來說 我覺得 這個輿論導向的話 要么出十一 要么出我 我講一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少幫主發言之前 我準備怎麼打 我的發言是這樣的 我當時想好的發言 就到我 我會這麼發言的 就是 JY 就是她是你女巫 舊的一張飲水牌 但是我認為她是一張自刀牌 對吧 她自刀了以後上井 對吧 她在井上發言 包括她投票 都是站十二號邊的 對吧 她是一張井上 自刀了以後 在井上任強神的一張牌 所以說 她一定是一張狼牌 就是你女巫 你看她這兩輪 都沒有做出任何的貢獻 她一定是故意去 故意去掩藏一些東西 所以說 我當時的速度表清晰 大體就是這意思 這麼去聊 就JY這輪 無論怎麼 我這張潛行者 一定會單票費JY 今天晚上 我要帶走JY這張牌 出誰都可以 不要出我 好 說得好 我發言完了以後 後面肯定要說 JY都沒上井 你求徒聊爆了 好 JY根本就沒有上井 她是在井下的一張牌 你求徒為了髒JY 已經篡改了發言 對吧 你已經篡改發言了 這輪全票求徒 好 我出了 我出了 我 因為我 篡改發言 被出了 我要髒的JY這張牌 是不是能作為一張金剛狼牌 永遠活到最後 我當時是準備這麼打 但是 但是 因為少幫主 這一輪發言 我覺得好像 這麼打比較多 穩著打更穩 因為少幫主這輪發言 他明顯要穿二科 我一看 我擦 可以啊 那穿二科吧 那我就跟著商量給我穿二科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沒那麼打 沒那麼打 因為我覺得輿論已經 我數了一下票 輿論已經站在我們這邊 這輪二科基本已經必走的情況下 我只要躲到一讀就可以了 我沒有必要去打得這麼刺激 六號發言 六號也算 終於想明白場上的局勢了啊 我跟你說 九號這麼高配一個玩家 都看不清場上到底該怎麼回事 什麼身份 什麼身份 你七號玩家 把場上每一個玩家身份都報了一遍 我的 我的姐 好強力啊 我靠 這 你比冤家都牛 哇 這樣的話 七號聊下來我認為二七十二八四皮了 哎 就是 你可以反正認為我是故意的 但是 我就是 講得很真嘛 我不是故意聊暴狼 然後我就踩JY 我是 篡改發言踩JY 但是篡改的這個發言呢 能讓別人聽出來 我篡改發言了 因為他沒上井 四個人都知道 我就故意說他上井了 只要點出我這一點我逼死 然後所有人都會覺得 嗯 我看 聊暴了嗎 然後JY的身份就無限做好了 就是我是想這麼玩的 但是燒幫主的發言太正了 太正了 聊了那麼久 我覺得我就順勢跟著燒幫主一起把二顆出來就行了 好吧 十一號我認原家 十一號第一天警察發言是不好 我也打了你 但我第二天你的發言也打中了我 一張第二天白天就已經準備好 一張原家牌換兩張狼牌 有人會看不出來的 我認他的身份 十二號玩家倒在夜裡 那十二號上一輪的這個筆劃的手勢 你們說的好 這個戰術最怕的就是 輸到我信了 哈哈哈哈 他們都沒聽出來了 正外出了怎麼辦 我再被錢人家帶走了 就雪崩了 就怕別人聽不出來 所以還是要講的稍微明顯一些的 你講的那麼隱晦 別人聽不出來 怎麼辦 大家可能有的記得有的忘了 我簡單回憶一下 十二號上來以後說 十一號狼人 八號狼人 一號好人 三號 一號好人之後大概要 沒聽出來我就崩了兄弟 三號 不知道 就是讓我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十二號在全程其實沒有在想 原家該做的事情 他把景輝留也重複了一下 好像是二 二二五 好像是二五 就是一個預言家都已經等了這麼久了 呃 他的發言和他的比喚手 數到了 因為沒聽出來 得到了 MVP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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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圖撩爆了 手刀還沒丟出來 反正愛出了 MVP 秋圖被全程的帶走 拉對雪崩 是不應該是要考慮那麼久的 這是我當時懷疑一個點 第二個呢就是十一號 呃 他在上一輪 就已經認第二輪出了 我覺得這個心態是一個 呃 原家應該有的 因為他認為他換兩狼是不虧的 欸 那那個最後的賽後 七號這個發言發到這 集結應該 欸 那最後賽後集結應該是什麼 秋圖說了一大堆 數大王聽不懂 JY說了一大堆 數大王聽不懂 MVP 不能嗎 九號我認一張好人牌 並且他是那種敢於推反邏輯 且不敢亂出這個十一號 還有點心疼的這張牌 所以我在看清這種情況下 即便是我 我覺得我也不敢亂出十一號這張牌 但七號這張牌起來 說十一號你換兩狼 我覺得你可以出了 我作為一個好人 十一號你七號第一天戰隊十一號 你第二天戰隊十二號 剛才他結束發言之前說 我覺得你十一號還真的是 可能是一張原家牌 但今天我還要出你 就JY的發言是 十一號你可能是一張原家牌 但是你認出 他還是在猶豫的 但七號是 你可能是一張原家牌 我要出你 這我覺得七號是一張狼牌 那二號是一張十二號發的精準 至少我認為是不可信的 好吧 這是我在上一輪聽下來的信息 以及七號的爆炸信息 他從一號二號三號四號五號 六號七號每個人都點了一遍 他說 他說三號你像是一匹狼 然後一號你是一個做不成神 做不成神的非民技狼的牌 我覺得 就一號上一輪的發言 我依稀我都不太記得了 而且他一號上來是說十二號十一號 當中一狼一神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常的第一位的發言 你還能說一號的身份是一張狼人牌 我其實是聽不出來的 作為一張狼人牌 他一號能點出那個 我覺得也是發言這輪是OK的 然後你讓在一三十一裡面出 我覺得一三十一都是好人 我覺得七號的發言有點太過爆炸了 就他的信息讓我知道 他一號是一張狼人牌 他把自己狼隊友保護好就可以了 我認為十一號是一張真原家牌 因為十一號原家牌 心態我覺得是OK的 別人說你一換二 我要出你是不行的 我十一號我自己本身是個真的原家 我二號不說三號好人 這輪出我 我覺得十一號是一張真原家牌 我無腦戰隊十一號 好吧 我是一張好人牌 這樣吧 出七號吧 女巫你選毒 因為我沒有聽二號發言之前 我也不知道是個真精髓還是假精髓 我認為可以出七號這張牌 好吧 我大膽的我去出七號這張牌 然後一號 和二號 還有四號小樓 我認五號九神 鼠大王是好人 你想當鼠大王 我認為思路跟我一樣 不要 是好人牌 三號 我認十一號計劃三號是精髓牌 鼠大王是好人 永遠不要打鼠大王 鼠大王是好人 他的防禦值是一百滿的 那怎麼辦 糖衣炮彈 舔他 狂舔鼠大王 狂舔鼠大王 你要是一個狼 就狂舔鼠大王 絕對好用 不要幹他 舔他 舔鼠大王 這邊女巫和飲水 我認了 那四號和二號還有一號 是女巫你選毒的牌 我個人建議是這樣 警長是二號是吧 二號好人的話 我覺得可以歸七號 因為二號不可能歸自己 好吧 因為二號不可能歸自己 他要是歸三號 我們要聽聽三號發言 但我認三號是一個好人牌了 如果二號去打一號這張牌 跟七號一起打一號這張牌 我們出二號警徽 如果二號歸七號 跟著出七號 這是我的意見 女巫毒 你認為是狼的那張牌 舔他 舔他 小寶主廢話挺多的 但是我還是幫他說兩句吧 就這個人他說的話 到底能不能聽呢 我覺得是可以聽的 因為首先警上 他是幫我們做好事的 對吧 警上的時候他 兩個預言家給你三秒 給你三秒 最後我退了 這個身份還是比較好的 而且 從發音狀態來講 感覺是 確實是 一個好人的邏輯 在玩這個遊戲 你們都不知道 鼠刀王前面幾期 是上一期還搭上一期 上一期 他是進言長老 你們記得嗎 就是 一號這個叫什麼來著 風小狗 是預言家 把鼠大王 我們都說鼠大王是好人 他說那這輪出鼠大王 鼠大王你說 女巫是全場身份最高 我預言家活在場上 我才是全場最高的身份 你竟然說 女巫是全場身份最高 我要出你這張牌 把鼠大王出了 你們還記得吧 鼠大王死了以後 是怎麼發疑言的 你們不知道 我把你媽逼 啪 一甩走了 鼠大王是好人 是不可能接受被髒死的 你知道嗎 你想去招 招鼠大王 舔他弟弟 那麼幫主剛說了很多廢話 其實他要說的就是 十二 二 八 七 對吧 其中十二和八 是一張是爆的 一張是預言家自刀的 還有一張七 是這個 就是聊了一圈全場身份的 然後二 是這個十二號自刀的預言家給的 金剛狼 啊 這個一個這個警徽 這個掃盤主發言一個總結 那既然掃盤主 那既然掃盤主 我認 其實我認他說話的 這一輪是這樣的 我給警長一點壓力 要警長你這輪 無論如何你要跳個神啊 你知道吧 你這輪 你這輪 要跳個神 必須得跳神 必須得跳 但是呢很尷尬的是 你跳哪個神 你都得死 是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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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跳個前夕歌 前夕歌 前夕歌把你殺了 你跳個女巫 女巫把你殺了 對吧 這就很尷尬了 這個就很尷尬了 然後 這個我們票投誰呢 就是 我覺得這個 這也是你 就是你警長第一可以選擇跳神 第二你可以選擇歸票 對吧 你票歸給誰 我覺得你應該 是會在三號跟十一號中 選一個來歸票的 但是三號跟十一號 既然是在我們剛剛點的那四郎的邏輯裡面呢 我們能不能接受 我們好人團隊能不能接受 最後給你三條路 好吧 給你三條路 一種是你不管你跳什麼身份 你可以票七 另外一種你跳神 你可以票十一 另外還有一種 就是你去跳個平民 你去票三 過了 唉四號發言 九聲發言那麼長 我都差點以為你是狼了 怎麼就不點這個七號呢 七號發言 信息量報價我就不正序了 這邊小幫主佔用了大量的時間 去獎勳飲水是吧 我覺得九號其實是有狼面的 但是如果說你給了他飲水的話 我就不聊了 因為他有 在我都覺得我 看得好像 就是還比較清楚的時候 九號在這邊泛暈 我覺得不像他以前的玩法 而且我跟就是GY玩的挺多的 他在玩狼的時候會 拿名扛推的 就但我覺得你不應該說什麼 你十一號認出那就 這個話其實說的不對 玩狼的時候拿名扛推 那難道玩狼的時候拿神扛推嗎 啊 那肯定是拿名扛推啊 出你吧 這不像你的風格對吧 我只是隨便聊一下 沒有要出你的意思 這輪出七 然後我先說一下囚徒吧 我撈一下囚徒 囚徒之前 他跟我講 他說他玩名的時候 他會在名面上 跳一個神的身份 就隨便玩玩嘛 他的身份我看不透 你們想歸他 我沒問題 然後一號和二號的話 但是他是十一號發的精神 我建議還是不要歸他 這輪歸七 然後一號和二號的話 你們特別是老鼠女好好發言 老鼠的發言 我能夠聽得出來 那是好身份還是壞身份 然後 你想歸票 你如果不歸七 我就舉你 我沒聽出來小樓誰 但GY告訴我他是了 我覺得你十一號三號 GY聽出來了 對吧 然後你歸個七我覺得OK的 應該是排坑位吧 因為排來排去 五號六號肯定不是潛行者 對我沒有任何的攻擊欲望 小樓是說 就是 我認雲哥是一張好人 你給三號精髓 所以說三號應該是個民 他認我是一張民牌 對吧 其實你仔細捋一下 應該是能捋出來 小樓說 認雲哥是預言家 說我是一張民牌 我是一張民牌 然後說 囚徒是一張民 他經常願意穿個神的衣服 這麼亂玩 就他已經知道我不是潛行者了 然後說出他我也沒意見 他認我是個好身份 撈一手我 其實是能聽出來 但是我當時沒聽出來 我當時沒聽出來 其實是能聽出來 JY聽出來了 我沒聽出來 這也很正常 因為關注的點不一樣 因為關注的點不一樣 我當時的心路歷程 我跟你講了 我當時的心路歷程是在想 我怎麼一個發言 怎麼去髒一下他 是最保險最安全的方法 這個人我們好人可以贏的 然後一號的話 我跟他玩的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他的發言 我也能聽到 應該是哪句話他聽出來了 自信心膨脹 夠 好 這個地方我得跟大家聊一下 聊天的技巧 你要拉一個人的票 和打一個人的時候 一定在講的過程中 剛才JY聊的時候 你們也能發現 去看他表情 面部的反饋 就他是給你一個肯定的態度 還是給你一個否定的態度 還有他是不是能被打這張牌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JY聊 數大王的之後 你有一個峰迴路轉 說但是你那個怎麼怎麼樣 你要出誰我也是能接受的 因為他會給你一個反饋 我在聊的時候 排狼坑 把數大王排到狼坑之後 排他進狼坑了之後 我看到數大王的眼神 我立刻跟數大王說 有可能你不是狼 那一號就是狼 那應該就是1712 你沒關係 你要出7 這輪我就投7 其實我給數大王施壓的所有壓力 是讓他這輪出7 因為我說如果你不出7 我就出你 我給數大王的壓力是這樣的 就是你要你要聽 聽他給你反饋的信息 發言 三號做什麼事呢 對吧 三號就說了一個 警上有可能是 我怕毒 我怕被毒 你們為什麼就考慮平民黨刀 這種情況 就被全場的人幹 然後 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三號這個行為 在第一輪所有人聽完 是挺糟艷的一個行為 所以說 11號敢驗我 我認他一個好身份 因為首先我 你要驗我是 這種情況下 如果你是一隻狼 你絕對會發我一張茶沙牌 因為我是一張可以扛退的牌 你給我一張精水牌 我就認你一個真的願意 接到聊還可以 在這種情況下 我給大家翻譯一下 剛才雲哥手語的一個 含義 可能很多人誤解了 誤解為 就是 我可以出 他的意思是 三號 你是我大哥 你們都可以滾 所以說你們現在還在聊我的身份 我挺不理解的 小龍 扔我一張好身份牌 但是我要跟你說一下 九號這張牌 九號這張牌呢 它是 就是你們可能懷疑它是一張 女巫給了飲水 就是 自刀牌 但是 它是一張沒有上井的牌 也沒有在第一輪 戰隊的牌 它是一張自刀牌 它就賭一瓶藥 沒救就傻了 對吧 這是不現實的 所以九號是一張好身份 十號一張女巫 是真的假的 自由女巫解決 和我沒什麼關係 你看 JV在這個時候 看桃子的一個狀態 看桃子的一個狀態 會不會毒它 我覺得他還是挺害怕桃子把它毒了的 你看他在看桃子 這兩張好人牌 少幫主在七號強行要出我一張好人牌的情況下 保我 我認少幫主一張好人牌 那大九神身份比較奇怪 大九神是 少幫主你說的非常對 但是你要在三和十一裡邊出二號 你要如果這麼歸的話 我也是能接受的 就是感覺你的戰隊是屬於 你聊了一大圈以後 就是無論你們說什麼 我都行 就是你是一個表不清水 表不清立場 反正我都行的一張牌 就你軍令具體會幹什麼呢 都可以 我不知道你的身份 X身份 可以覺得可以驗 那小樓這張牌呢 我覺得還算是 發言比較好的一張牌 然後二號這張牌呢 你看我開始聊二號了 包括這一輪這個狀態 我覺得 聽他的發言我還沒聽 我心中的狼呢 8號12號 那12號 那12號在沒有解藥的情況下 自刀 發的一張警徽 一種意義 就是 從邏輯上來說 蜀大王一定是一張金剛狼牌 我的邏輯才能成立 但是 因為蜀大王 這個狀態 我畫風改了 聽他來說 應該百分之八九十是一張金剛狼 否則他在沒有解藥的情況下 是逼死的自刀 我覺得是 沒什麼收益的 而且在第一輪查殺一個狼同伴 第二輪又自刀 第三輪還給一個好人精水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傻的行為 所以說二號你真的聊不清楚 我會歸二號 好吧 那現在的狼坑就是 8 12 7 二號 或者是 他打一個逆向思維 有可能會是一號 對吧 就二二一裡邊出一隻狼 但我更相信 二號可能是一張狼警 二號你要怎麼證明你不是一張狼呢 你出七號這張牌 對吧 因為我覺得七號其實是鐵狼 你二號如果要不是狼的話 你就會出七號 你要是狼的話 那你就隨便歸 反正我會投你 因為你要不是狼的話 你歸七號到七號是狼 一七八十二四隻狼 你要是狼那你就不歸七 你隨便歸 反正我覺得大家都會投你 好吧過了 他幫主說 他心中認為的四狼是八號十二號跟我 跟七號 不趕高二 假設 如果十二號是狼 對吧 如果十二號是狼 他這時候給我發了個金水 我就必須得是他隊友 對吧 這個不可否認吧 不然他賣兩賣兩個隊友 對吧 賣一個隊友玩完自刀 最後給了個金 給了個金水 給了還不是他狼隊友 在我能看清自己身份的情況下 我是有功能的 我今天想不讓誰說話 就不讓誰說話 本來我第一反應 我遭幫助說完話 我第一反應 我第二天想不讓他說話 你來自這身份 聽完九神發言 我的想法就是 我第二天想讓九神不想說話 你是自己身份 等到囚徒發完言 我就怒了 我明天一定不讓他說話 好吧 我明天一定不讓他說話 誒 但他說這句話 其實我是高興的 他說明天一定不讓我說話 至少隊友不會出我 我還能活著 他要是明天能說話 你們出我 好吧 11號是一招 11號是一招 認出的牌 那 假設 如果在你們心中 8號跟12號 是那個 是兩個 是兩個狼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 針對人家推了吧 就把他推了 昨天是我紀念的他 我第一天紀念的12號 我們今天先把他出了吧 把他出了對吧 起碼我們至少 立場上 我們還是可以知道的 走了兩牢 走了一個預言家 那我們好人永遠都是優勢 還有 其實他說的對 打到後面怎麼打都能贏 在我 現在這麼一拳下來 我覺得 在我心中 5號6號 是鐵好人 對吧 我就不敬言你們 讓你們多說點話 本來那個幫主跟九聲 我是真的想幾年 但是這個 這個3號說完話以後 我真的不能忍 我真的是不能忍 不能忍 但是在我的視角裡 8號11號跟這個球徒 他們三張狼 這個7號說實話 他說話挺爆炸的 我們先留他一輪 我們就出就出11號吧 我出11號最穩健 是最穩健的打法 不管怎麼樣 我們好人永遠領先對吧 等到我第二天回來自身身份 你們就知道我是真還假的 到時候我們再慢慢走 我們永遠是領先的對吧 1號你就少發點言 我們暫時先 先那個出不到你頭上 我覺得你 就算你不說話 我覺得你身份也不錯 come on 其實蜀大王說的是挺好的 他說的是挺好的 但是你們要注意一下 蜀大王的這個表達方式 肯定不讓1號接受 1號在這樣的蜀大王的發言下 是一種居高臨下 來教我怎麼玩 我肯定不會聽你的話 就說蜀大王 這句話說完了1號 肯定要說很多很多個話 因為12號我是認這個12號 你看你看 你看到沒有 剛才那個狂小狗的一個 瘋小狗的一個狀態 就是你讓我少說一點 不說都比說強 你怎麼你比我強啊 就會有這樣的逆反心理 如果是屁狼 他該給我發精髓 他應該給他的其他的狼隊友 警惠流不應該安排給我 他應該給他的狼隊友安排警惠流 但是他的警惠流安排給我了 我又能自身身份呢 那我肯定就是好人 我就肯定信12號這個真運演家 這輪出11號好吧 剛票歸11號下輪禁言求途過 1號玩家陳底未發言 呃 2號玩家發言以後 我覺得他應該是好身份 應該是好身份 然後在我認為他是好身份的情況下 先長老嘛 他自己都說能自證了對不對 那給他發精髓的12號 我還是堅持 他應該是真運演家 那因為我第一輪 錦上競選 我就投了是12號 那11號 那11號 是假運演家 我要讓你跟著我走 或者我講的道理是錯的 我也讓你跟著我走 這才是厲害 就是你別管我講的對和錯 我要輸到你的心坎裡 讓你跟我走 8 11 7 我跟7說 7說了什麼呢 7說1號 你這輪必須要穿一個神的衣服 而且要穿潛行者 為什麼呀 為什麼要聽你的呀 穿不穿 無關緊要啊對不對 現在無論怎麼說 無論怎麼說 就算我們這輪出11 肯定是少兩個狼 對不對 肯定少兩個狼 我們是好人是領先啊 你就當我是潛行者 你愛當什麼 當什麼 不當都行 然後在這個立場上啊 我堅信 2號是好身份的情況下 那11號是我認為的 狼預言家啊 狼漢跳 我認為的狼應該是7 8 11 還有3號 還有3號 565發言挺長的 挺長的 而且理的都比較順 我覺得狼不應該會這樣發言 因為小樓 呃 玩了幾把 然後 挺能藏得住的 所以我覺得三四裡面的狼面 小樓40% 然後球徒60% 然後 這外的發言 我不知道他是好人壞人 但是有 有一位玩家說了一個點呢 說他們在玩遊戲的時候 特別喜歡找民康推 找民康推 他 點出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認為他是一個特別好的身份 我這一輪的話 跟警長走過 發言完畢 警長請歸票 警長歸票11號 警長歸票11 我肯定不會投11 但是我一定會單獨非一個票 以證明我是一張潛行者牌 才讓女巫不敢讀我 我就舉了個2號 我就舉了個2號 其實其實舉1號可能會更好 舉1號可能會更好 2號1號都能舉吧 就是我一定要舉一張畢常票 女巫才會不讀我 我舉2號的話 女巫就可能會讀1號 因為1號他覺得可能是狼 我是潛行者的話 我舉2號 因為我是唯一全場的畢常票 他不太敢去讀了我 我是這麼想的 我不敢去跟著他一起 舉了什麼 我舉了7嗎 我沒有 我舉的是2號 好像是 贈成一張潛行者牌 哥哥發動技能 別他媽堵我 1號 2號 投給11號 其餘所有玩家 投給7號 7號玩家 出局 你看這個票 現在舉一場票的 只有我3號牌 對吧 或者是1號2號 鼠大王是綁票一個團隊的 我舉單票非個鼠大王 他可能就會讀1號 就至少不敢對我 不敢對我幹嘛呀 不敢對我幹嘛 比較相對來說 活的機率可能要大 那麼一點點 如果我也舉7 很可能就被讀了 7號玩家 請留遺言 雲哥你太讓我失望了 我心裡是願家 你的票是我投的 你竟然把我給出了 不過沒關係啊 7號是一張名牌 那我說一下 我堅持 堅持我的判定 我覺得1號是一張狼牌 包括你3號說什麼 我堅持要出你 幫主啊投的7吧 3號說3號說 你是一張潛行者的牌 我說我不敢聊你 我說的是我要出1號 但是我說了 我會在1113中出一個 但是我沒有聊你 我站在聊最多的是1號 我為什麼聊1號 我說了1號第一輪的發言 他說的是什麼 你們在問潛行者 為什麼不投我 不帶走我 因為我前面玩平民的時候 也跳的潛行者 他們覺得我就是平民跳 潛行者出來擋刀的 你們還記得上一期 我的平民怎麼玩的嗎 我的平民穿的是潛行者的衣服 要幫潛行者擋刀 那這一輪他們認為我也是平民 幫潛行者擋刀 對吧 就是你狀態里外是統一的呀 我都是一個平民的狀態去擋刀 我狼我穿潛行者 我平民穿的也是潛行者 我上一期一場的潛行者 我不是個平民嗎 所以說 這就是一個狀態的轉變 帶來的好處 因為你如果平民 永遠是平民 你跳的潛行者 不是潛行者就是狼 潛行者一定會帶走你 因為他知道你不是潛行者 那就一定是狼 就一定會帶走你 就發言 但他不聊廠商什麼情況 不聊兩個預言家 直接聊了一堆就是 基本上就是他的發言 就什麼內容都沒有 然後他就直接跳過了 所以我說你是名級名以下身份 除非你給我穿一張神牌 但是我說你做不成一張神牌 就是我上一輪說你一號的點 然後我說一下 我還是堅持我殺人的判定 我覺得JY跟少保主張會出一個狼 好吧 五號發言在我這邊是好人 小樓吧 你可能是順時才我 但是我覺得你小樓身份 現在打個問號 我覺得女巫今晚可以自己 考慮一下讀誰 好吧 我七號是一張蛋牌走的 然後 我建議還是讀一號吧 這就是我給你 我給你十號了一個遺言 你應該這輪還要跟得出我 我是投你票的 除非你是一個狼了 我是投你票的 你發現那麼差的情況下 我投給你票 然後我覺得我心目中的好人牌 只有十號和九神 雙方主打個問號 小樓打個問號 你三號你不脫神衣服 不管你我不聊你 隨便你 這個是你自己要 潛行者跟潛行者解決的事 所以我覺得 呃 女巫今晚要開讀 你自己看讀誰吧 好吧 過 一言結束 七號玩家請離場 二科還行 遊戲繼續 只是他沒有注意一些 就是二科聊的呢 其實也是一個他心裡的想法 只是呢 這些東西不能全說出來 比如說 你一號在我懷疑裡邊 你一號這輪跳個神 我就不出你 你不出神 我肯定 你不跳神 我肯定要投你 這可以作為你一個懷疑的基點 但是你不要說出來 呃 他分析的也還OK 但是就是因為你說出來了 導致和別人的觀點有些不相同 所以說別人認你是老 請閉眼 請閉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一號和十號 被禁言的是三號玩家 一號十號請 到這呢 我本來是想 發言去挽回一下局勢 後來我一想 封信雲還他們沒死 我還聊個雞吧 封信雲還沒死 常能扛推的牌已經沒了 就剩蜀大王 禁言長老 小樓 雙幫主和九神 對吧 其實現在排坑 小樓也是潛應者了 迷查 警長 請選擇 從警左或警右 開始發言 從三號玩家 開始發言 我還想挽回一下 後來一想 我後來一想 封信雲還沒死 我還聊不屁啊 三號玩家 四爆 遊戲繼續 天黑請閉眼 音樂家還他們沒死 我還聊個雞呢 狼人請閉眼 其實還是能聊一聊的 就是十一號是一個狼 一號是個狼 還剩我真的是一個好人牌 就是可以確定一下潛應者 但是我爆的好處就是讓潛應者這輪不能開槍 就之所以要爆爆就是讓潛應者不開槍 不讓潛應者追刀 就是 嗯 嗯 比較穩吧 我爆了潛應者開不了槍 封信雲爆了潛應者開不了槍 我們能到兩個人 如果 我不爆的話 這輪出封信雲 潛應者可能就要帶走我了 嗯 沒必要 爆了一下 就是潛應者開槍很彈疼 你知道嗎 爆了開不了槍 太傻逼了 狼人請殺人 哇 賣隊友的大男狗 我說先把二號到了吧 確定要殺他嗎 狼人請閉眼 我讓風雲爆 是 正常應該雲哥爆 我起來還能聊一聊 雲哥也不爆 我怕他不爆 一旦到最後他不爆 就 爆了吧 就浪費時間幹嘛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二號玩家 被禁言的是十一號玩家 在這個遊戲裡面 手刀 對吧 自刀 騙我要的人 這一輩子我也不會給他拍要了 話就放這兒了 不信你就試試 還有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板子應該怎麼改一下 禁言長老禁的牌不能自爆 就是禁言長老禁的這張牌不能自爆 這樣禁言長老加潛應者 潛應者還能強那麼一點 否則 潛應者面對爆爆 很傻逼的 不能開槍 應該是禁言長老禁的這張牌不能自爆 讓潛應者一定能發動技能還不錯 我覺得如果這個局 潛應者不能自爆的話 潛應者不能自爆的話 潛應者就開出槍來了 就不一樣了 二號玩家請離場 五號玩家成為警長 警長請選擇從死左或死右開始發言 暴了 遊戲繼續 天黑 九神 聊爆一個狼 一隻手 拉爆了 不是狼人太強是潛應者太弱 潛應者弱在什麼地方呢 我一張狼人牌 我就穿進潛應者的衣服 很簡單 你們敢幹我嗎 你們敢出我嗎 我就是潛應者 我狼穿個潛應者的衣服 你狼敢穿戀人的衣服嗎 你穿戀人的衣服 戀人當天就讓你出局 你潛應者當天讓我出局 對不起 抱了帶走你 很淡疼 就有風險吧 平民 除非有高配置的平民敢跳出來說 我是潛應者 你這個強者繼續這一輪 必須出局 或者 那其他玩家可能也會說 這是狼和潛應者的問題 我們等到晚上 你自己標記再走他 和我沒關係 可能 就會這樣了 那狼也可能 回頭會考慮報或不報 就是反正還是狼人站主動嘛 就肯定沒有獵人強 獵人是能自證的 潛應者自證不了 狼人請睜眼 狼人請殺人 確定要殺他嗎 狼人請閉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 死亡的是四號玩家 沒有玩家被禁言 遊戲結束 狼人陣營盛祕 本局遊戲中 三號球徒 八號掃軍 九號JY 十一號風行雲 是四張狼人牌 十二號老達二九 是預言家 十號桃子是女巫 四號小樓是前行者 二號屬大王是禁言長老 其餘自民玩家 則是村民牌 其實我覺得禁言長老 肯定是比白痴好玩的 就是禁言長老也能自證身份的 說明天白天我 禁自己 我一定是當禁言長老 就比白痴可能能延遲一點點 但是禁言長老有主動性啊 他能禁言啊 就是好玩一些 我覺得比白痴肯定是 節目效果要好 白痴太無聊了 他躺著我白痴我死不了 除非你故意把自己聊出去 我有一句禁言長老 最後沒跳那句 如果是白痴就好玩了 無限插嘴 屌的一逼 像小樓敢說話就插嘴 什麼二科 第一碗狼人圈外選擇自刀 成功騙到女巫曹十一 他跑得認識一會死 預言家老唐二九 查殺了邵君 卻遭到禁言長老 蜀大王的禁言 逃在井上競選環節 並不受第一碗禁言的限制 在前志位狼人風行雲 查殺狼同伴 邵君的情況下 老唐二九選擇起跳 報出真實驗人 並勸風行雲退水 由於後志位沒有狼人上級 風行雲沒有退水 可惜卻沒有拿到警徽 由於真假預言家 都查殺了邵君 邵君在孤立無緣的情況下 選擇自爆 直接進入第二天天黑 其實你們這局 會發現幾個關鍵的點 風行雲汗跳得很好 至少沒有直接聊報 還挺好的 發言還挺像預言家的 很正氣 王坐實 王最後爆狼發言 作為一個狼發言 髒了12號一手 也打得非常好 對吧 所以說這局是狼發揮得很好 所以贏的 加上JY自刀那一局 就是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 狼才贏的 這局還是挺好的 其實狼打得好 要肯定的 而且風行雲跳得還確實不錯 前兩局雖然是 沒有發揮出那麼好的水平 但這一局風行雲的預言家 漢跳還是挺厲害的 至少跳成功了 而且讓那麼多人都相信 而且王那個作為狼的一言 確實誤導了很多人 讓人認為12號沒有去撈他 沒有去保他這張牌 讓人誤會了 至少騙到女巫了 對吧 然後JY自刀了那個不上井 作為一個金剛老婆 最後 就打得挺好的 你們說我有什麼作用 在找潛行者這個關鍵的環節裡邊 我釋出了多少人的身份 我作為場上一張明潛行者的牌 可以排出多少的水 我這張潛行者 少幫主和九神 是不是就一定不是潛行者 對吧 至少能排水排了很多 而且 就就就 我最後收耳的發言也還湊合 對吧也還湊合 給他舔了一輩手大王 還沒死 然後女巫也沒賭我 就是 狼隊肯定有人要衝鋒啊 對吧 我覺得還行啊 跳潛行者 至少要找神啊 我們怎麼找神 很累 很累的 十二九十四刀還是狼刀的情況下 村民二科被狼人扛退出局 女巫桃子為了發圈外飲水也亮明了身份 第三晚 天老鼠 你以為是個簡單的技能 而桃子在預料到自己將死的情況下 也選擇 好謝謝這個SPYSGY 是村民不是狼人 第三天白天 囚徒被禁言的信息 證實了蜀大王金言長老的身份 狼人囚徒果斷選擇自爆 進入黑夜 刀死蜀大王 同時 狼人JY也在睜眼時 表示已經知曉了 最後一神 是潛行者小樓 第四天白天 封清雲非常相信狼隊友JY的判斷 直接選擇自爆 讓JY刀死小樓 所有神明死亡 狼人陣營勝利 我已經找到你吃潛行者了 好 之前前幾天晚上我只有首次了 我女生太強了 我又被騙要了 好煩啊 總搞女巫 你就不要太髒了 熊不太適合12人的板子 12人的板子熊太強了 熊一切知道兩個人的身份 哇靠 再加上女巫給個飲水 第一輪基本就是明打了 我們試過熊的板子 太他媽的難了 狼太難了 而且打到後面就挺無聊的 就升推局 其實挺無聊的 熊的板子 我覺得還是 比較好看 刺激的板子 還是守衛一下白狼王的板子 比較刺激 緊張 秋比特的板子 沒法再重複了 因為秋比特的板子 需要做牌 不做牌的話 三隻狼太弱了 要是做了牌 大家現在都知道做牌了 你跳出個神 就覺得你會 是到底悶了一個神 你乖乖的 神之眼我得給大家說一下 到這一期的時候 神之眼還是挺正常的 打到後面幾期 他媽的神之眼根本沒法猜 這一幫人就是發現 我操原來 因為我們當時是不發金面具的 我們的金面具 是統一這麼戴 然後統一載 就每個人都錄了一個 金面具的動畫 然後賽後他們去評選 誰最覺得發揮比較好 評選給誰一個金面具 把那個動畫放出來就可以了 我們當局 因為是集體錄的 就是沒有辦法去評選金面具 我們也不帶那個壓閉環節 所以說我們在玩當局的時候 不知道金面具是誰 但是知道神之眼是誰 就神之眼是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獎勵 大家都很在意這個東西 以至於呢 一張守衛牌出局了 一張獵人牌出局了 不開槍 我獵人不開槍 然後 好 大家請猜神之眼 誒我猜他是個平民 媽的他是個獵人 他是個獵人 然後 什麼平民走了任個守衛 就讓你神之眼猜錯 我操 太髒了這幫人 就簡直 你沒法猜了 什麼 什麼 平民死了任個獵人 任個守衛走了 你說你怎麼猜 你說平民啊平民 好吧好人不能那麼好 簽個平民錯了 然後獵人死了 不開槍 我猜個平民 又錯了 哎呦我操 他媽的 然後狼不能猜狼 狼 狼是最難猜的 就這期 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神之眼 我三局都是狼 三局都是狼 我只能猜好人 猜好人呢 就涉及到一個猜神 你猜什麼神 你猜他是平民 他一旦是個神 就猜錯了 呃 然後就反正很難 然後 我有一局好像 啊我我這裡 這裡邊有一局好像甜的 甜的 誰是個平民 他是我狼隊友 我把我狼隊友 填成了一個平民 我我沒看見 然後就是 這個神之眼 大家打到後邊 都扭曲了 整個人都扭曲了 什麼愚人家 不上井 啊我不跳 什麼女巫 我不認 什麼什麼 就反正故意 讓你拿不到神之眼 賊雞巴髒 哎 狼美人是一個代王語的白狼王 你自己想想什麼技能 狼比較難猜 因為 因為好人 好人 我是個平民 我第一輪站邊 那個是個狼 那個是個愚言家 然後我再猜一個平民 或者猜個狼就可以了 我至少能找狼 我狼人不能找狼 我狼人只能從八個人裡邊猜 八個人裡邊有一半是神 一半是平民 我最多能猜個愚言家 我猜一張愚言家 還有兩個牌 我叫猜 然後九神就跟我講 你猜神的概率 我這局不是說了嗎 我說知識就是力量 我說九神你怎麼猜那麼準 九神說因為我猜平民呢 哈哈 我算了一下好像是猜平民的幾率 比猜 比猜神的幾率要大 因為猜神是八分之一 猜平民是二分之一 相對來說 肯定猜平民的幾率大 哇 哇 他猜出小樓是潛生者 老套 哇操 這麼厲害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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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厲害 我猜不出小樓潛永的 5號 5號多的不想說 沒什麼獎勵 神之眼就在那邊別個小眼睛 沒獎勵 5號想說一下 今天這個第三局 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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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們看看下個预告是挺精彩的 我要下個好帥啊 居然我這一次跳狼 真的沒有任何心理 最后一局在我们都站错边的情况 实际上你站对边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各有 下一期很帅啊 我得用108轮p 各有失误各有进步吧 不一样的方面对吧 第一轮发言言 这个衣服很帅 我给你打十分 过了过了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吧 别人Panda King都能看到整个脸 这个人的脸都容不下了 让我不得不怀疑一下十二轮p 让我觉得这个局势没有那么简单 9号我认一张好人牌 这张牌是我的精髓牌 我想听他给我安排一下任务吧 狼人请杀人 三杀四杀五杀六杀 五杀 谁最后一个狼啊 我要 你就是一匹铁狼 这场血崩了 又陷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最屌预言家的查法 我可以挡刀 网上守我也不用守我 五号是我狼同伴 哪怕你是狼美人 我也把你得到最后 这个老流氓走的时候确实挺脏 老流氓有点过了 最名的最名的一个沙马特狼美人 囚图是不是蔡逼 你在瞎逼逼什么呢 十二号是一张狼美人 能不能尊重一下 我这张狼美人牌 十二号狼美人牌 叫嚣全场 谁敢突我 还有谁 六号玩家 你已经死了 我都不会死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下去很牛逼的 很汉的 好了 我们今天复繁到这里了 好了 我们今天到这了 希望大家从狼人杀里边能 能能 学会很多聊天的技巧 包括能知道 别人的心理 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 总之呢 这是一个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世界 时代上 很多的那种 能让 线下的朋友 在现实里面聚在一起的 因为现在网络游戏太多了 很多人可能都足不出户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挺好的 能让很多人 就离开自己的屋子 聚在一起 进行一波线下的实体聚会 如果一起好 还能像个亲 还能约个炮 对不对 所以说希望大家喜欢狼人杀 继续支持我们潘达Q 然后我是一个 炉石传说的主播 明天 明天晚上六点 直播炉石传说 好了 今天先到这儿了 拜拜